以色列公布了影片 加萨最大医院找来找去 找不到这个什么确切证据 就说里面有个很长的地道 就到这边为止 然后在此同时 以色列又挨炸了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又发射了六枚火箭弹 但当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那华盛顿的邮报 提出一个讯息 在11月18号的说 伊哈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 要求休战五天 来换取至少50名的人质 本来这个消息很早就曝光 但是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 好像是用肯定句在描述 但是才看 刚看的没有多久 以色列跟白宫双双否认 告诉大家没这回事 还有今天我们的造句 你跟上了吗 爆气梗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在X平台上发文 非常的直白 他告诉大家 在拜登主持的 IPA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当时他是坐在布林肯的旁边 他说呢 他就公然告诉拜登 所有国家团结起来 共同敦促加萨地区停火 制止对妇女儿童在内的屠杀 有什么不对呢 停止屠杀妇女跟儿童 停火 结果会议室里面 一片激进 哪壶不开提哪壶 跑到美国讲这种话 对啊 来 韩斌讲一下 这个激进代表什么 大家心里的OS是什么 基本上他讲出了很多人想讲的话 问题是他讲完之后 谁接谁倒霉 所以大家都不接 看你有没有后面的话继续讲 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一个很尴尬 你看阿拉伯国家为什么要来找中国 其实理由也很简单 照理来说他们是阿拉伯兄弟 你们自己的兄弟现在被人家屠杀 你们全部都在旁边 你们应该立刻采取行动了 这是个好问题 对啊 结果你不是采取行动 你是飞到一万公里以外 去找中国 是啊 而且他大约好一起去 你知道吗 就表示什么 他们知道 他们惹不起美国 惹不起以色列 所以只好再找另外一个大头出来 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帮他扛一部分 其实他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串联的工作 他们心里头应该也很清楚 你单找中国 中国大陆也扛不起来 所以他大概就一个一个找 然后企图利用整个舆论的方式 慢慢慢慢慢慢的 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压力 那现在你看最近美国态度有点松动 拜登今天也写了一篇文章 对他投书嘛 对他投书 强调就是说 他坚决反对以色列的坚决 回到那个见 对 两国论 是他还是要遵守当初的联合国的决议 两国论的这个方式 那纳坦亚胡也很厉害 第一时间立刻告诉你 no way 不可能 就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在干什么 这些国家在push 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让美国 因为拜登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他又要连任 对 然后呢 他如果想要连任 你不可以把国际关系搞得如此之僵 那你国际关系搞得如此之僵 他接下来声望整个都没了 所以他又想维系自己国际的声望 可是他又不能得罪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又不买单 我相信拜登私底下 其实已经跟他们道德圈说过很多次 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理 然后拜登就用投书的方式 结果你投书呢 我就直接给你打回票 所以纳坦亚胡现在对美国来讲大概最难搞 我是觉得纳坦亚胡小心点 美国人通常对他没有办法的人 通常都是用暗杀的 这可是大消息 这不是不会发生的 以色列总理被人家暗杀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觉得纳坦亚胡自己最近可能要注意一下安全 因为他如果跟美国嗆得太厉害的话 因为美国只要说这是郑主长干的就好了 美国不向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是国际环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 可是安华当然 其实安华从一开始反应就非常激烈 因为他是亚洲国家的第一个表态 一表态就非常激烈 那现在呢整个阿拉伯国家在干什么 现在土耳其说我在等很多国家大家一起串联 串联联干嘛 大家一起同时跟以色列断交 就是整个阿拉伯国家全部跟他断交 然后给他造成强大的压力 可是我必须很老实的讲 以色列不会在乎你断不断交 当然 才不会在乎 对以色列完全不在乎 在乎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显然 本来美国在中东的布局 已经完全被亚战争整个搞乱 他基本上我觉得未来好长一段时间 美国在中东没有办法竞争过中国大陆 这是很必然 你看现在这些伊斯兰国家去找中国大陆不找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演变会越来越麻烦 那实际上我也比较 我之前上个礼拜也讲过 也就是时间拖得越久 其实是谁越倒霉 是美国越倒霉 中俄 中俄因为这件事情本来跟中俄就无关 所以中俄现在就是 你们来我接待 那我们也一样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可是你说真的要出什么 因为你只要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到最后都被否决嘛 那现在就是美国弃权的情况下 安理会现在秘书长现在正在你订计划 你接下来这个人到救援你要不让他进去 你不让他进去的话怎么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对美国来讲会越来越大 那就看拜登能够挺到什么时候 我估计他应该挺不久 可能这一两个礼拜之内就会见分晓 好这些外交上的动作都非常有意思了 当然韩兵刚刚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从事件发生 一开始他的态度就非常的清楚 但这个现场大家都不讲话 他不但讲 而且我们看到他在X平台上 文情并茂 不但文字写了一大堆 他还把自己的视频放上去 他极极强烈 深怕这个事情没有被大家看到 他特别强调一片死急 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好 把当时的这个气氛 还有你看他的座位 他坐在布林肯旁边 大家对全部都不讲话 对停止对妇女跟儿童在内的屠杀 请问谁的家庭里面 没有这个妇女跟儿童 大家都不讲话 有没有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很有画面感的描述 还有这一幕呢 说实话 你看来巴勒斯坦 这个巴勒斯坦的外长 当然OK啦 这个苦主嘛 你看印尼外长也来了 还有周边的国家 团结力量大 岳老师 这个动作是约好是要做给美国看吧 当然了 废话 非常 对不起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每次听海明讲话以后 这个情绪被弄起来了 我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阿拉伯这个国家 因为大家要知道 1948年以前的话 他们都是一个国家 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共和国 然后现在突然的话 就是被西方的话 拆成这二十几个阿拉伯国家 这是他们的兄弟 他们自己本身同一种语言同种 真的是同文同种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要目前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这些他们都不敢做 这件事情有三点是非常特别的 第一点的话 就是他们阿拉伯跟伊斯兰国家的首度外长会议 这个第一站就是中国 对 那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 是一种加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从头到尾 所讲出来的话 做的事情 从三月份 沙特跟伊朗的这种重新弹劾 一直到今天 他们相信你 所以第一站到这边来 认为你有用 我坦白讲 大家真的都没什么用 因为以色列的态度 实在是太高调了 因为最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影片 那个拜登讲话 讲到一半 自己就是讲到这种 有关总统问题的时候 突然讲 那个布林肯在底下 当场就这样 变得已经摇头 是的 你看到这个之后 你就会发觉说 一个国务卿跟一个总统 国务卿基本上是总统的看门狗 他都居然在公开摇头 只有这件事情 就是说布林肯说 我在私下 在密伤 在撮合 你再给我讲出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非常要面子 他们讲清楚 我们的作战计划 我们作战目标 一点都不能改 但是布林肯本身来讲 去了以色列三次 他现在不去了 所以这一幕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想 美国这一幕会想到说 马来西亚 我迟早要搞到你头上 要不然以色列的话 因为以色列现在疯了 以色列曾经说 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对 是的 你要了解这句话 代表什么 口气是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是最早就说 这个美国不但拿以色列 也没办法 因为你做儿子的 拿父亲要做什么事情 就大家都没有想到 是这么严重 实际上比你想象中更严重 今天的话 欧盟议会当中 一个叫Wallace的 爱尔兰的议员 他讲说 儿童死了5000人 女性死了3500人 其他的平民死了 合起来上万人 打死了多少哈马斯人 100个 是的 那你这个开玩笑 这不成比例吗 第二点的话 重要就是说是 这个沙特去了 因为沙特阿拉伯 本身来讲的话 一直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 都不表态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那他当这个 麦加麦地纳的 这个开门的人的话 那对于整个世界的 伊斯兰人国 你要了解回教 他们认为 只要你先回教 都是兄弟 在大陆的情况下的话 他们只要一讲到回族 他们都是兄弟姐妹 一样的那种亲戚 那你现在的话呢 终于站出来了 而且你跑到中国去 那第三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巴勒斯坦的外交部长 我今天看了吓了一跳 我还不知道 巴勒斯坦有外交部长 打成这个样子 结果还在西岸啊 西岸的领土 都支离获税 但是人家本身来讲 就强调自己是个国家 那跟中国 基本上的立场很吻合嘛 所以他们本身来讲的话 要把这个credit 直接给中国 因为中国的话呢 就是展开双手 接收这个credit 那你现在美国本身 没有人敢信赖你 能够在中东 做出任何 任何一点公平的决议 都不可能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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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